現在的民進黨已經不是我們當年認識的民進黨 種種行為 都已經非常奇怪 作為最大的在野黨 國民黨 我們也看不出他為什麼好像失去了那種動力 所以簡單的講就是說 有人很簡單的用一句話就是說 民進黨太壞 民進黨太壞 然後國民黨太笨 民眾黨又太弱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不可非言的 民眾黨成立三年 雖然他還是一步一步的在成長 但是畢竟政黨需要資源 需要組織 需要一個知名度 外傳陳時中就是不打獎不打黃 然後他們選用高端的選舉策略 然後想要從藍白裡面搶票 那就是他專門就是 就是專打市長這樣子 對然後 你會不會覺得說 他不像是這個選戰的身手 很有選戰的策略 民進黨治國不怎麼樣 打選戰是一流 這個我是蠻佩服的 所以你剛才講說他 他用高端的戰術 他高端的疫苗也用很多 哈哈哈哈 我看他是一路高端來 過去高端現在也是高端 所以他會一路高端下去 在他們公佈說他們那個 疫苗是機密的前一天 我記得陳時中還出來說 大巨蛋要公開透明 所以我已經 我現在已經搞清楚 民進黨的公開透明 他想要 他想要 他想要別人公開透明 他就說公開透明 他自己不想公開透明的時候 他就是國家機密 所以他們這個應用自如 所以每次還是那句話 民進黨治國不怎麼樣 選舉實在是一流